男人光天化日下 脱掉陌生女人的衣服 女人却一动不动 男人只是拿起画笔 对着眼前静止的女人 开始细细端向 并不触碰 而只是素描 她一个一个地宽衣解带 待欣赏完毕后 又不忘将一切回复原貌 仿佛这一切对路人们来说 没有任何感觉 只是微风拂过罢了 而这个讨人厌的光头店长 又开始对女收银员展现她的男性魅力 男人将她装在购物车里 推到了仓库后面玩闹的店员跟前 一瓶牛奶即将迎练而上 原来男人拥有静止时间的能力 只要她轻轻地搬动手指 时间又会重新开始转动 男人的超能力并不是天生而来 这是以长时间的失眠为代价换来的 男人名叫本是一名大四的艺术生 两个星期之前 本与相恋两年半的初恋女友突然分手 然而第二天 前女友就另结新欢 与隔壁般的万人迷在一起了 这让只谈过一次恋爱的本疑或不疑 她不清楚他们两人之前的感情是否为真 难道过去的缠绵对于她来说 只是浮华泡影转瞬即逝吗 作为从小一起看美女杂志长大的发小 看到好朋友如此忧郁 就劝她想开点 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 两条腿的女人还不是满大街都是 改名歌带本去酒吧搭讪的辣妹 到时候嫉妒的就是你的前女友了 本对于发小的话从来就不会当真 鉴于她搭讪妹子成功的几率 自己还不如去买张彩票 接下来的几天里 本一直怅然若失 仿佛已有的世界被抽离了一半 巨大的空虚感占据了本的身体 忍不住拨通了前女友的电话 渴望听到对方那熟悉的声音 即使向她提出复合的要求 结果也只是可想而知的拒绝 看着以往与前女友的甜蜜时刻 本心中百感交集 可转念之间 想到她现在正与别的男人在一起 那感觉就好像身边的空气被吸走一般 简直快要窒息 可本始终忘不了自己的初恋 拿在手中的打火机 终究还是放了下来 本从此以后开始陷入失眠 彻夜无法入睡 但本对此并不感觉到疲惫 甚至越修仙越兴奋 只不过本对于生命中多出来的八小时 顿感手足无措 这意味着她无法借助睡眠 去消解失恋带来的痛苦 反而要承受时间强加在她身上永恒的枷锁 为了早点忘掉初恋 本将电影看了一步又一步 书翻了一本又一本 可收效甚微 初恋的光辉依然在本的心中持续闪耀 直到本在某次的夜间超市里 邂逅了美丽的收音员沙朗 看到这家超市正在招收夜间职员 想着反正自己空闲时间很多余 就光速入职了 试图通过繁重的工作来麻痹自己 这家超市虽然不大 但里面其他的员工个个都是人才 这个脚口相当的愣头青 脾气是里面最差的 自从玩单车杂技失败后 就乖乖玩她的滑板车了 大脑门是超市里最会开车的人 但开的不是去幼儿园的车 这两个人臭味相投 经常搞怪被店长叫到办公室喝咖啡 这个店长更是为极品 上班不是在办公室打电话吹牛批 就是去员工休息室骚扰女员工 本三番五次在上班期间发呆 都被店长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可即使这样 本依然沉浸在过去的回忆中无法自拔 已经两个星期没有合过眼的他 逐渐感觉到自己活在时间的缝隙中 周围的事物似乎都与自己无关 本想象着人生的遥控器按下了暂停键 时间就如他所愿 完全静止下来了 他并不对自己这突如其来的超能力感到惊讶 本自由地行走在静止的人群中 却不会被他们察觉 他看着人群中一个个如雕塑般的女性 本陷入了对美的思考中 作为青年的他 自然对这样的女性之美充满了迷恋 最早可追溯到孩童时期 本见到家中女住户出水芙蓉的样貌 耐入油画场景的震撼 不亚于第一次翻看父亲柜子 最底下小片片的冲击感 本通过手中的铅笔 勾勒出一根根线条 将世间最完美的躯体跃然于画纸上 试图留住这美妙的一瞬间 直到搬动手指 世界开始了他重新运转 可本却对于眼前楚楚动人的沙朗 无法施展开他的能力 因为本会沉浸在他那迷人的眼眸之中 等反应过来后 沙朗已经悄然离去 只有本还滞留在刚才暧昧的空间中 那颗受伤的心又重新跳动了起来 这是爱情的滋味 可同事的一番话 却给本浇了一盆凉水 大脑们今晚约了沙朗去电影院 然而对方一口答应了 这让刚刚才产生幻想的本 无疑又堕入了谷底 甚至连平时百战百胜的象棋 都比不过自己的发小 身经百战的发小 一眼就看出本又是为了女人 才如此郁郁寡欢 劝她像自己那样主动 不多试试 怎么知道你们两个 还有没有后续剧情 可第二天一早 大脑们进门 就对着同事们炫耀昨晚的战绩 可谓是愈先愈死 每一句从她嘴里吐出来的话 都如弓箭一样直射本的心窝 没等她缓一会儿 光头店长就强制店员们 充当自己的队员 去应战自己死对头的一场足球赛 可对方是一群精兵猛将 到了这边 只是一批绿荫场上的臭鱼烂虾 沙朗也过来为同事们加油助威 大脑们一如既往的上前去送殷勤 本非常干大的挥手质疑 比赛随着口哨吹响开始 光头店长这边被杀得片甲不留 不到20分钟就已经是26比0 遥遥落后了 眼看比分无望 本动用了时间静止 没有去变更比赛进程 反而是去往休息室 喝平分打喘了口气 待返回赛场上 足球静止地撞上店长的脸 瞬间就血光四溅 大脑门只得赶紧送店长去医院 只能让本独自送沙朗回家了 途中两人前往咖啡店闲聊 本控制不住心中的疑惑 当即就问沙朗是否在与大脑门交往 此话一出就被他否决了 自己才不会有这么随便 与别人第一次看电影就马上比武 听到这样的回答后 本心中月开了花 与沙朗开始了更加深入的交流 他到处自己在超市打工 都是为了有一天能够出国旅行 见识更广阔的世界 听路图上人谈及自己的生活与梦想 而说到本身上时 他的理想则如自己身份那样 希望成为一名自力更生的画家 有朝一日能将自己的绘画展出于画廊之中 他们这一夜相谈甚欢 互相尊敬对方的梦想 不多问各种细则 而是互相安好 到了女人楼下门口 本十分绅士地与沙朗吻别 留下了难忘的一晚 到了第二天中午 光头店长架着差点断掉的脖子 邀请员工们于周六晚上 去参加他的生日派对 为了给派对增加点小乐趣 店长给本安排了一项艰巨的任务 去找一个专业的夜店五娘 为派对住住行 沙朗由于前一晚的交流 对本好感指数提升 希望他能作为自己男伴一同出席派对 本更是非常乐意地答应了 现在的本对于初恋的执念不断消退 对沙朗的迷恋则日益升高 大部分上班的摸鱼时间里 本在静止的时间里 对着沙朗的面容 画了一幅又一幅 幻想着与他一同在南美洲旅行的画面 结果也如本所愿 这天下班临走前 沙朗给了本一吻 也是这一吻 治好了本几个星期来的失眠 直接就睡到了第二天的下午 直到一通电话打来 才将本从睡梦中唤醒 对方号称是城市画廊的负责人 在大学里碰巧看到本的作品 当机立断选下他的画作放在画廊展出 希望下周一能去他的画廊戏聊 听到这个消息的本惊喜万分 以为自己这么长时间里的努力终于有回报 可他不知道 电话后面是超市的店员在对他恶作剧 星期六晚上如约而至 本整装待发去迎接心目中的女神 将自己的好消息告诉了沙朗 对方由衷地为本感到高兴 两人随即手牵着手 来到了生日派对上 可好巧不巧 本居然在这里遇上了自己的初恋女友 原因是自己老板的弟弟 就是初恋的现任男友 剧情似乎开始有点英式狗血了 本作为沙朗的男伴 十分尴尬地与前任寒暄了一番 赶紧离开了这修罗场 得亏自己混迹江湖的发小 才不费吹灰之力地请来了一名专业舞娘 在老光头身上 激情纵舞了一番 众人看得也是不亦乐乎 我知道观众们现在都想看什么 但再多放一点号就没了 解说也是没办法 只能替观众们欣赏了 刚身临其境艳舞的光头店长 显然还觉得不过瘾 对着落单的沙朗继续施展雄性魅力 言语还不断邀请他上楼去探讨厨艺 磨磨豆腐啥的 可这番油腻的举动 吓得沙朗只好尿顿去寻找自己的男伴本 可本却在楼上等厕所的期间 遇上了最不想遇上的人 前女友对着本表达这段时间来离去的歉意 其实自己一直还撕恋着本 话没说完就一个嘴呼了上去 恰好这NTR的一幕 被楼下的沙朗亲眼目睹 头也不回的就要转身离去 本即使使用自己的能力 也无法让时间倒转 所谓覆水难收 本就这样让时间流逝了两天 也依然无法想出办法挽回沙朗 在扳完手指后 他还是头也不回的躲门而出 即使本灯门道歉解释 迎接他的也是和自己前女友那样 机关枪式的轰炸 本在一次陷入了失眠当中 到了周一上午 本性冲冲地带着自己满意的话作 去赴画廊负责人的约 可听到对方 表示根本没有这一回事后 本这才意识到自己被同事耍了 可负责人看到这傻小子似乎人不错 既然来都来了 就让他把作品给他看看 出乎意料的是 负责人非常欣赏这个年轻人的作品 可以魄力为本举办一场个人的画展 这一结果让本兴奋不已 给沙朗寄去了自己画展的邀请信 希望能再次挽留自己所爱的人 到了开展的那天 沙朗十分吃惊地看着满场 本为自己所做的画像 其貌栩栩栩如生 通过本的画笔中就能感觉到 对沙朗的爱是出自内心的 本也是借着这次开画展的机会 再次向沙朗道歉 试问哪个女人看到如此的场景 能不原谅眼前的男人 更何况她还是无辜的 沙朗也是表示自己已经在旅行社开始了份新工作 两人离各自的梦想都进了一步 本也是选择将自己超能力的秘密告诉她 随着这一吻的结束 本牵着沙朗的手 在静止的雪花中漫步 与她享受只属于彼此的这一分这一秒 请不吝点赞订阅